大家过年好 赵老师您发现了吗 什么 现在啊 大家聊天这个内容离不开这数目字 什么数目字 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全有 是吗 对不对 你只要张嘴说话 每句话里都有数目字 不不不不 你这个也太夸张了 夸张吗 其实要是注意啊 也可以离开数目字 那您这属于抬杠 怎么呢 咱这样今天当然这么多好朋友 咱们在这表演一下 怎么表演吧 咱们一人俩聊聊天 没关系 多了我不说 三分钟之内 您肯定说出数目字来 不可能 我有一小要求啊 什么要求 这个跟数目字同音的字也不能说 举个例子 比方说您说我出去六一六 六六 六六六这不能说 我占这个六 说您肚子不舒服 您五一五 五这也不能说 这也不行 说您喝酒 这酒也不能 哦 站边就算 这么着啊 您要三分钟之内 您说出数目字来 怎么样 您请我喝酒 可以啊 您要说不出来 怎么样 我请您喝酒 咱们现在开始 现在就开始啊 肯定没数目字 您得听着啊 咱们试试 赵老师 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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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您一直跟您哥哥嫂子住在一块呢 好啊 您哥哥他老人家 好 您嫂子 好 您爱人 好 您呢 好 怎么了 你们家人说话都这么低看环保啊 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啊 这没数目字啊 您要这么说 说的什么时候我也没数目字啊 那怎么着 正常聊天 那也没数目字 现在开始啊 再来 一会就说出数目字来 好嘞 哎呦 赵老师 你好你好你好 您家里人都挺好的 那得看你问谁了 那就好办了 您那个哥哥他老人家 好啊 好啊 您哥哥今年多大岁数了 他都 那个年过古兮了 七十不说七十 嗯 年过古兮 没数目字 哦好好 您嫂子挺好的 嫂子也好啊 您嫂子他老人家多大岁数啊 那个年过花甲了 怎么回花甲呢 哦 好好好 您爱人挺好的 我爱人也好啊 您爱人多大岁数啊 我说你老问岁数啊 废话 岁数里有数目字 那再接着问啊 你家还得有人呢 您有孩子吧 当然有了 男孩女孩啊 女孩啊 这就好办了 几个孩子 那个 独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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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毕业 新年毕业 行行行行 赵老师 您那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拔尖啊 拔尖 拔尖 那就好办了 考试得多少分啊 钢基哥 没听说过 钢基哥叫拔尖啊 这没数目字啊 不是这老头我跟你说 阿湘你他 嗯 他们家好像没别人了 不行了吧 别着急还有的问 你们家住北京哪啊 王府井 王府井 几号 那个拐弯就到 拐弯就到 不是你们家住楼房住平房 住楼房啊 那就好办了 楼房 你们家住几层啊 那个顶层 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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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信我问不出来你 那个赵老师 你说 你向我们这快过年了 想到您家去拜访您去 欢迎啊 那才还忘了 你说我到你们家 我坐几路公交车 你就 打地 我没钱 打地 打地是吧 行那你说我一天 这个白天晚上 我什么时候去合适啊 你就这个 什么时候都行啊 全天都可以 对对对对 具体几点去合适啊 后半夜吧 没听说过 有后半夜上人家串门的吗 不堵车呀 哎呦 赵老师我服了你了 怎么着 各位好朋友这时间也到了 嗯 要不说这个江还得是老的了 怎么 您这艺术家太到位了 是吗 愣没说出数目字来 什么呀 我服输了 是不是 我认输了我请您喝酒 好 当着好朋友的面 你说你是喝白酒 还是喝啤酒 我喝那个冒沫的 我冒冒沫的 我冒冒沫的 他不说啤酒 我跟你说赵老师 我家没有啤酒 嗯 你就当着大伙说你是说 你喝五粮液呀 还是喝二锅头 这我都不喝 那你喝什么 茅台 茅台 茅台没数目字 茅台太贵 再者说茅台那度数太高了 不高 那度数太高了 不高 多少度啊 五十三度 说出来了